昨天利用丝蛙制作了一套永来无回事补鱼神仙 布置好并放入一只耳料 回到营地后生起火堆 拿出本次携带的土豆 烤制两面金黄吃在嘴里外酥里嫩 让我瞬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今天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第六天 早上好家人们 打造冰雪城堡需要漫长的时间 但临时住所的问题今天必须得到解决 我早上利用雪花 现在这里打造一座雪屋 作为我们的临时庇护所 先把冰冰汉的雪花 利用箱子给它装起来 然后运回接电 按照金字塔的形状一层层堆积起来 此方法起源于一扭透人 只需要将雪花按照金字塔的形状堆积起来 然后再把表面压实找平 再撒上一层水 凝固后掏空内部的雪 就能得到一座金字塔形状的雪屋 温馨及时 视频在安全的环境下拍摄 未成年以及非装员人士请勿模仿 经过我和珠子烟雾 多多小时的努力 终于堆起了一座两米多高的雪堆 高度已经堆得差不多了 用盖子把散落的雪板放上去 再把表面给它压实 差不多了 走去看一下我们昨天图发的四二不一 成七五五五 哇 都冬斧了 天哪 哇 都吃了几五五 有碎鱼 这是泥球 我的天哪 还有北极神秘啊 熟了熟了 纯天然的食材 就是利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 哇 今天饱饭一顿 哇 哪个人都大了 嗯 真好吃